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 47個民主派初選人士被警方 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落案起訴 一連三天 已經連續三天 接受零訊 國安法指定法官蘇維德預計 在星期四 判決是否被被告保釋 一群被告已經四天跟家人隔絕了 很多人 已經是解僱大狀 自己臣詞 即是自變 期間情緒激動 其中 譚文豪說到警署報道之前 在車上臨別 妻兒相擁 6歲的女兒其實已經睡著了 醒來之後 沒辦法再見到爸爸 說的時候就感觸落淚 我們 也認為這次 這個中共是去到很盡 因為 他 可以說知道了美國的底牌 現在 是 完全 沒有任何顧忌 現在是長時間精神虐待 40幾個人 其實不止的 因為 一直以來除了這47人之外 還有其他人 一直以來被大搜捕 一直以來被大搜捕 我們另外會開一節說 譚文豪 郭家麒 楊岳橋 以及李宇信的代表 資深大狀 梁家傑表示不會再代表他們了 四個人 自變 會再補充陳情 然後 林卓廷 何桂南 楊雪瑩也相繼表示會解聘他們的大狀 自己自變 自行陳情 楊岳橋 楊岳橋開始補充陳情的時候就說 向法官坦然 沒有辦法想像作為一個大律師 要在這塊 被告欄後面向你陳詞 陳詞期間 他一直耿煙 最後就說 五年前的3月2日 他宣誓就由立法會議員 為香港人奮鬥 五年後的3月1日 他為自己的自由奮鬥 旁聽裏面的記者 雙眼通紅 不時傳出一個抹鼻的聲音 郭家麒在陳詞期間 也一度耿煙 旁聽 亭裏面有家屬用 紙巾賣眼淚 譚文豪同樣只是透過 凡仁蘭的麥克風 隔空對家人 說他的思念 他說他現在一對龍鳳胎有六歲 他現在一對龍鳳胎有六歲 自然 有機會沒有辦法再見到他們 亦順二八 當日去警署報道的時候 老婆開車送他去警署 之後的一條街 下車的時候跟妻子相擁 但是不敢抱得太久 害怕 兒子會感到很奇怪 其後 他去到後座 抱抱他兒子 他 兒子不是很耐煩 問你又去做事嗎 他又抱抱他的女兒 他睡了 原來是睡了 六歲已經有幾億了 他不想醒醒之後 就見不回這個爸爸 譚文豪在陳詞期間激動落淚 家屬不停 以紙巾賣眼淚 陳詞完結之後 主審庭和旁聽席裏面 很多人 鼓掌 大律師查石我等 這些法律代表 忍不住流眼淚 庭內的律師 主審庭以外的旁聽家屬和記者 都是感觸落淚 譚文豪的太太也有到場 他直言 很多天是十分折磨 拖了他那麼多天 是馬拉松式的一個精神 的迫害 是司法的迫害 是重重的政治迫害 他說一直靠律師跟進 譚文豪的情況 但是因為不熟悉程序 所以很難 評論這個安排 他無奈 就說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程序 是這樣 但是 沒有辦法 但是他知道昨天有得洗澡 不知道算不算是黃因浩蕩 他說你問我當然是不開心的啦 至少有些抵衫都可以換 真的沒有辦法 現在還要多拖一天 對於未能進 進去政廳旁聽 他表示明白人數眾多 但是 難掩失望 當時他也很無奈 最少如果他可以看到他的 出席的話 對於被告人譚文豪 使用心靈上的支援 但是 47個人真的沒有辦法 他們的律師也不夠 聽完 譚文豪為自己作的陳詞 他也希望自己有兩手準備 一旦如果不可以保釋的話 他也希望可以支援他 好好照顧家人 他希望跟譚文豪打氣 加油 我們大家都會撐住 家裡他會照顧好 不用擔心 長毛的老婆子長毛 因為他們身分不久 他的太太陳寶瑩在庭外面就批評 一群家屬在過去四天都不可以跟被告見一面 連在庭上跟被告揮手 跟自己家人揮手 被他們見到他的機會也沒有 直至昨天才黃恩大赦的傳指 給他傳指有甚麼意思呢 被問到是不是擔心患心臟病 需要吃藥的長毛 陳寶瑩就說 擔心也沒有用的 不過他想他撐得住 陳寶瑩也透露了 這個長毛曾經傳過字給他 寄予撐住 保重 此外 因為參加公民黨初選的幾個被告 包括楊岳橋 譚文豪 郭家麒和李宇信 已經退出公民黨 吳敏儀 也退出了公黨 四十幾個被告連續兩天 就經歷了25個小時的聆訊 有很多被告 其實看起來很累 陳奧輝 譚海邦 時不時就躲在場邊休息 陳奧輝偶然擲眼和打喊怒 一度都離座 有大律師在傍晚的時候 關注法庭的會計部 昨晚可不可以加班等候被告交一個保釋金 蘇維德就說 如果批准保釋的話 就會批准 之後事後補交的 即是 人可以先走 但是他同時強調 未決定是否批准保釋 建議辯方要有兩手準備 晚飯期間應該 先向各被告索取指示 了解一旦保釋給他 會不會在8天之後覆核決定 至少10個被告的代表大律師 表示需要作補充陳詞 鑑於 很多個被告都有補充陳詞 蘇維德決定押後聆訊 到了今天早上10點 處理各個大狀和律師 停止代表被告的手續 有指 可以即日作出判決 這件事 我們想和 大家分析一下 其實中共去到那麼絕 給他們保釋的機會 好微 我們 跟主持人商量 談 分析一下形勢 沙盆推演 以往 香港政府用司法迫害 他 通常就是明知做他不低 證據不夠的 但是強硬來就把他 在裏面 讓你無法保釋 運你一排 令到你 身心俱疲 玩到你借為止 但是這次的情況和以往 不同 我們可以看到被告 之前有個網友出了一個 Facebook Post 他說 他做懲教 他第一次見 有大律師 有前法官 有這個 立法會議員 有青年才俊 有記者 什麼人都有 最小只有24歲 這班人 全部都不是大奸大惡的人 全部都要面對這樣的迫害 殺人犯有事都可以保釋 反毒 毒犯都有得保釋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現在的法律 跟以前不同了 我們一直都認為他們是 尤其是整個民主派 是錯判了這次的形勢 其實國安法 他們當時醞釀的時候 我們就立即分析 國安法究竟是煙還是煙呢 後來再分析 好像是煙 煙的 會去到甚麼程度呢 而中共 是 沒有底線 他的程度 就是跟 當年的文革 土改 當年的解放是沒有分別的 即是說 他們 消殺搶 他們都可以做得出的 何況 是用盡一切方法政治迫害 是不是 所以呢 當時 我們 也有朋友提醒我們 他們說 你們兩個是目標的 一定會搞你們的 肥佬黎之後就輪到你們了 那麼我們當時 也半信半疑 畢竟我們沒有出樣子 因為我們的風格就是做了那麼多年 節目我們也沒有出樣子 但是我們再三評估 因為我們收到的 不止一個警告 我們裏面有很多朋友 大家也知道有很多 有心人 報料給我們 政府高官 警察高官 有土高級 他們不約而同也是告訴我們 你們 要走了 不然 下次 你 就算告你不入 你也可能要坐幾個月 願望監 我們覺得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們再 認真大家商量一下那個局勢 再分析 我們覺得是 非洲不可 因為 事後9月份 快必已經被拘捕了 大家知道我們跟快必支持有些誤會 所以 反了面 後來 去台灣那一刻回來 我們飛機撞回 聊天 大家冰色潛熱 我們看到快必的情況 其實就是我們的社照 他們 搞快必 當時他也算是網台 也是因為他從政 到後期 再搞 傑斯 對付網台 一把刀劈下去 所以我們當時的決定 其實香港 真的不可以再留 尤其是你是參與過政治 我們已經算是沒有從政 我們沒有入政黨 二來沒有參選 當然我們有搞反自動當選 但是後來我們也是因為我們攻城新退 成功了 所有的席位我們填滿了 所以我們走 但是當時我們也被文匯大公攻擊得很厲害 我們也有人 也是 我們 團隊的人被人跟蹤 事後我們 把所有團隊解散了 才是 沒有再成為他們的目標 但是我們 大家知道我們 在這個網台上的政治取向 以及我們對他們的不留情面 的 恥笑 嘲諷 甚至乎 我想沒有人 罵得狠得過我們 大家聽回我們的節目 又聽開就知道 沒有人救我們狠的 那些官員 甚至乎刑事檢控專員 都要出來說惡不及妻而叫我們 意思是叫我們不要罵他家人 因為我們是第一個就他全家截資的人 他也沒有被人罪咒過 當然林鄭月娥也有聽我們 也有被我們罵的 大家看回我們的封面 我們罵林鄭月娥 我想有過百集 其他人當然不少 罵警察也罵了一百幾十集 所以 我們 我們評估現在的香港 已經是壞到不能再壞 其實就等於解放 大家想想 你作為一個反對派 作為一個 前朝的人 或是一個 他當你是黑五雷 現在他們 當現在這班人所有人是黑五雷 你知道你反抗 你就是黑五雷 甚麼是黑五雷呢 地富反壞右 地主 富龍 反革命 壞分子 右派 我們就算不是 反革命 也是右派 所以呢 是死定的 所以當時我們也跟我們比較熟悉的朋友說 我們也有很多手足 也安排了很多手足 但是始終有一批 未走 我昨天也說過 現在 拘捕了有 幾十個 已經有幾十個在裏面 我們這些 直接的手足 間接的 支援的也有不少 所以 實際數字我們也 估計不到 多到估計不到 現在能夠做的是 保存實力 因為 你要去跟他 抗爭 接下來的難度越來越大 你基本上 不用出門口 他會主動來找你 這個是我們 面對最大的困難 這一節暫時說了那麼多 我們接下來會繼續分析